被鸟给炸到了 不如其来的鸟叫鸟鸟 我怕鸟真的想吃 在家宅的地不知道多少天 今天我们来挑战做一款 东京人气咖啡店的魔鬼蛋三明治 首先三明治的基础 口感的关键就是吐司面包 这里我们需要选用精致小麦粉 烘焙出的柔软白吐司 但在家这么久 谁还有纳传货啊 没关系 拿出我们的低卡煎纸面包片 只要给它注入蒸汽 分分钟就可以再次赋予它柔软的肉身 蒸好的面包片要小心在保鲜袋里分好 以免它变得湿湿凉凉的 接着我们需要准备两碗蜜汁酱料 第一碗蜜汁酸黄瓜芝士酱 取酸黄瓜一根 creme cheese一块分泌少许 第二碗蜜汁蛋黄酱 取黄油加九层塔酱蛋黄酱三文鱼罐头 微波炉盯一下搅拌 那这个酱我们以前生铜的时候也会吃 就像这样用猪皮款着吃 超好吃的 保证吃到你生铜都不会受 接下来就是给三明治注入灵魂的关键时刻了 糖心鸡蛋 这里我们用的是常备的sufit糖心蛋 一次一定要做足一打才不会后悔太少 88度12分钟 如果没有sufit的料理工具 也可以用传统的水煮法 用沸水煮上6分30秒 最后取出三明治的肉身 还微微冒着热气的吐司面包 开始激动人心有小心翼翼的组装环节 先是密制蛋黄酱 均匀涂抹厚厚一层 然后马上对半切好的糖心蛋 撒上一点盐和黑胡椒 接下来是更厚的酸黄瓜芝士酱 一定要下痕手抹 更吸也不要放过 盖上抹好蛋黄酱的吐司片 然后再来一层 最后迈向的关键就是这一刀 要像Fruit Ninja一样 一击穿透所有蛋黄 啊蛋的位置好像不太对呢 再来一次吧 等等让我来补救一下 哎还是再来一次吧 金属刀片穿过鸡蛋的内壁 胶嫩的糖心蛋黄一瞬间倾陷在盘子里 水乳交融的芝士酱 蛋黄酱更是呼之欲出 本来就蠢蠢欲动的吃货之魂 这下更是熊熊燃烧起来了 虽然是非常时期 但春天还是伴着 叽叽喳喳的鸟叫声来了 这种时候在屋外吃早饭 才是正经时 迎面拂过的是和煦的微风 身上包围的是温暖的阳光 三明治也仿佛镀上了一层筋 闪闪发亮 咬上一大口 润滑的蛋黄 微弹的蛋白 松软的面包和浓郁的酱料 一下塞满嘴巴 演奏起一首一扬顿挫 层次丰富的交响曲 好吃 太好吃了 好吃到想抖腿 想摆动 想飞到树顶上去 就一口牛奶咖啡 一切阴霾就此一扫而光 往年这样的春日好天 肯定早就排满了 去哪里徒步 或者攀岩的户外行程 其实偶尔像这样 两人一猫在露台上 边聊边喝边作手 也是很幸福的